另外上周台股虽然出现了降温的情形 不过电子跟传产股受惠到旺季的题材 所以涨幅都还是有1%以上 那展望后市呢 分析师叶宏如认为电子股重返主流 那有利台股向上动能 更多选股要点 我们来看今天经济日报的就事论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